47岁的台语歌王温丽友 出道多年唱红不少快智人口的歌曲 先前陷入鸡排妹风波 让她的感情生活又受到关注 结果去年底她无预警宣布 竟然已经密婚一年 她跟嫩妻Emily交往二年 因为对方乖巧听话 两人相当合适 最后选择结婚 她也坦言很想要孩子 现在传出夫妻两似乎有喜了 经纪人松口回应了 据TDBS报道 温丽友去年底惊喜宣布结婚消息 当时也不会言 希望可以拼个兔年宝宝 让很多人都纷纷祝福 希望可以早日看到他们生孩子 而近日儿童节 温丽友突然在脸书发文 提到儿童节的好消息 让不少人都纷纷留言惊呼 有喜了吗 不会是要当爸爸了吧 应该是要跟孩子一起过儿童节 父亲节了吗 从温丽友的贴文中可以看到 她泼出自己骑着脚踏车的背影照片 感性地写下 把握阳光 出门运动 开启我的儿童节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虽然没有明说 不过她曾说自己非常喜欢小孩 也想跟老婆加油努力做人 至少生个两个 这则儿童节贴文也马上引起讨论 经纪人被问到 该贴文是不是代表 温丽友跟老婆有喜事了 经纪人也回应表示 没有啦 只是最近温丽友喜欢骑脚踏车 所以趁着空档的好天气多多运动 而先前温丽友受访时 也只透露 男女我都喜欢 健康就好 如今发文虽然没有代表已经游戏 但也让很多粉丝祝福 马上就会有好事 加油 期待你们的小宝宝